現在我們來做五樓的這個女兒牆的部分 我們這個稍微 老師的尺寸就不照 那個圓尺寸 我就先把它做出來而已 所以你在做的時候你要很清楚知道 你這個東西到底有沒有要做內部的結構 像我這個只是外觀的結構 所以我的女兒牆你可以 再做一個出來 或是從這個原來的前面的這個牆 再去切割出來 好,我們就先直接畫出來好了 我從這個點到最底下 它是29.1686 所以我牆是12 到點 到點 1686 1686 12 露點 露點 1686 好,Enter OK 這裡就長出一個了 好 這個多長我們等一下再研究 好,一樣 如果 我們把它轉成元件 好,一樣我們要貼起這一邊 好,一樣我們要貼起這一邊 所以我們 點的那個開始的啟動點就很重要 好,點這裡 好,自動就貼起了 好,貼起了之後 好,我現在來做這個 藍杆的部分 這兩個應該你們都會做 好,藍杆的部分 好 我先把這裡 我先任意取一個距離 好,這裡把它剪掉 好,這邊 好,這裡要特別注意 設定成為1 好 因為這邊剪 跟這邊就會跟著剪 所以設定成為1 好 樓地板你也自己做 這個應該很簡單 好,這裡把它剪掉 OK 好,我們這裡要做這個欄杆 好 好 第一個步驟 好,我們先從上市圖來看 到這裡 我的欄杆從這裡到這邊 所以你就是 先畫一個 我先從終點 好,要到這邊終點 告訴他我要對齊這個終點 拉過來 好,OK 點過來 好了 按ESC 取消 好,這裡 我看你這個欄杆的 轉容要多大 記住 它這個只要出現這個橘紅色 不是 紫紅色就是代表 這兩邊的線一樣長 我這裡就可以做一個切圓 好,一樣 紫紅色出現就是 表示我已經做了這個切圓 所以把這裡插掉 所以這裡就會很順 好 好 好了之後 OK 好,我們就在這個面 好,這個面 你看要做多大 好 有時候 不好控制 就用輸入的 好,這裡5 6 我就5就好了 好了,對不對 等一下 好了 好了,記住喔 這個一定要 這個橫剖面一定要跟這個路徑成垂直 好,有兩種方式 第一個是先選 路徑 好,路徑你要整個都選取起來喔 再去選橫剖面 點 它就好了 有沒有 好,再看一次喔 很簡單 選 路徑,要整個都是藍色的喔 再去點選 有沒有,OK了 好 或是另外一種方式是導過來的 先選橫剖面 再去選路徑 好,可是這個要這樣子 這個時候不好拉 好,可能這裡有其他線 我們把它變成這樣子 好 好 你要先選這個橫剖面 再來選這個 有時候不好拉了 好,沒關係 我們這個只要這樣子做 所以我們先選路徑 再選橫剖面 好了 好了,之後記住 這個線看你還不要 不要再把它delete掉了 好,我就把它轉成元件 建立 讓它上來一點點 好,沒關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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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注意 好,OK 好,OK OK